全国职工总会连同工会和政府拨出2500万元 设立职总关怀基金 帮助受2019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工友以及自雇人士 每名工友可获得最多300元的一次性现金补贴 估计这将让超过10万名工会会员受贿 职总秘书长黄志明上午到滨海湾花园 分发抗疫关怀礼包给工友时说 职总是在收集了各行业和工友的回馈后 设立了职总关怀基金 在这个情况下我知道每个人都很担心自己的饭碗 可是我们不只单单以近期的情况考虑 也希望可以大家有时间的话 考虑怎么提升自己的技能 有条件申请这笔补助的工会会员 必须是在遭财退时获得少过6500元的赔偿额 或者因冠病疫情而收入减少至少三成的自雇人士